开学日临近 国家教育教材委员会发布多份教材的指南 包括要求将习近平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教材 国家教育部星期二在发布会计划将重大主题教育写入课程教材 其中有文件要求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融入小学到研究新阶段的课本 包括哲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等的科目 国家教材委委员韩振说 习近平思想课程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形容是注云辱人 直接关系到人才培育方向和质量 教育部也公布革命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等融入教材的指南 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教材体系 当局相信主题教育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一件事好几个课都在讲 小学讲 初中讲 高中讲没有递进 反而会浪费我们的时间 通过这些指南来进到课程里 使得我们的课程教材成为一个有序的安排 另外在减少学劫负担同校外培训的双减政策实施之后 北京已经关闭了63间无牌培训机构 也有在职教师到校外收费补负 被当局警告兼调离教学纲位 无线电视机构 曹靠平报道